2018年ATP总决赛的结束,不仅意味着职业网球员进入冬球阶段,对大多数业余爱好者而言,短修加网球,也被韩冷加网球所取代,是为网球最难熬的时钝道了。 最搭配网球的20多度温度不在,取而代之的是入冬后的冷逸来袭,气温中降雾霾来袭,北方城市的网球发伤又打球将变得挑战重重。 但这是否意味着球迷该效仿事业球员进入冬休,收起打网球的冲动,那都未必,毕竟冷冬时间能享受室内球场的球迷只是少数,业余爱好者入门规避,以下风险。 自然不会因坏习惯,毁了自己的冬季网球,绝对不能忽视的热身多数网球爱好者总有搁走到球场便掏出球拍开弯的坏习惯,在炎热夏季这份隐患并不突出。 不过到了天气转凉的当下,在身体没有热开的情况下直接开打,爱好者们无疑增加受伤风险。 一方面,气温降低会引起球线棒数变化,热胀冷缩下球,拍拍面对手腕的冲击力不同以往,伤准备不足便有可能引发半伤、肘伤。 另一方面的网球不可避免要多次急起急停,热身不够也放大了玩耀风险。 所以总体而言,最不能忽视的就是打球前的热身,合理的穿衣搭配冬季打球最让人头疼之一的,便是穿衣搭配。 获得太眼感觉会略显涌肿轮不开,穿得太少对年长者有风湿或伤病的身体也是极大考验。 除此之外,年轻人若态随性也有可,能因风寒而感冒。 年轻派简单的草山加于戎服穿打有劲考虑,年长者俄罗斯套娃般进剑套的保守作风也略显落后。 举个例子来说,双打比赛中,并不是所有人有军斗的出球机会,一旦被对手晾在一旁,这时年轻派或穿或托都会引发不适。 对爱好者而言,金身一家短袖加威一,不是为室外作战好的选择。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在保温基础上不影响打球,雾霾天减少室外作战很多出击发少有,对网球的痴迷流失到了风雨无阻的地步。 不过从长远角度考虑,这样的过分爱并不可取,增加了受伤,生病的风险。 由于集中宫暖的原因,北方城市到了冬季大多要被雾霾天笼罩。 如果是轻毒雾霾,爱好者仍按捺不住打球冲动无可厚非,站在重度雾霾的天气下打球。 因为网球运动需要大量换气,爱好者很容易将有害物气吸入体内,会引发一系列的呼吸系统疾病,随着空气恶化在室外打球,甚至可能引发出乎意料的后遗症。 所以在雾霾天下,爱好者可以应减少是外作战的次数。 如果将其改为一门练习,不失为好的替代方案,来源,网球之家作者,JUG。 请订阅, 林阳沃edo, invit, 李宥可还! 爸,我可是 shadowskura! 评论啊! 我看完ыв ändern春天酒 这两个人都不 강和然,我明白了 合记者是9倍以上,只有生长年一点 ig闪呗我们以后否以前再想的啊! 我再想念一次um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